川普自己本身即将要担任加萨停火的首席谈判代表 努力让被俘虏的无辜平民回家 但是呢川普亲自作证真的就有效果吗 他之前呢不是还支持持续的打下去吗 好还有一个消息传出的是 以色列现在已经签署了跟真主党方面的停火协议 现在呢只是在研究怎么讲比较好听而已 这个是以色列广播公司的报道指出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希望让民众感受到这个停火协议 对于以色列有利而非不得已的妥协 好真主党的领袖呢也已经说了 该组织现在已经审查了停战协议 并且提交了回应求现在是在以色列这边 当然现在呢川普根据了解 他对于纳坦雅胡的影响力其实是比拜登还要大得多 因此呢加萨停火真的是有解了吗 好但是我们要来看到中东战局有解 主要是因为想要聚焦在台海战争吗 俄罗斯的副外长鲁登科有说 看到华盛顿违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打着维持现状的旗号 加强跟台湾的军事政治联系 并且增加武器的供应 好美国如此明显的干涉地区事务 目的呢就是在挑衅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且要在亚洲之间制造危机 要满足他们的私利 当然针对这样的说法 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回应 好首先我就请教一下蔡委员 你怎么样看川普亲自作证 对于中东战局的结束真的有利吗 美国处理任何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必须要注意到它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国内政治 一个是国际战略 我们先来看国内政治的部分 对川普来讲 他就是可以称为川普大帝 为什么 国会没有人敢对他进行撤走的动作 点多这是一个小意见而已 没有人敢惹他 那对于这个有关于犹太财团 他比拜登更强而有利 为什么 因为过去历届共和党的总统 在犹太人的选票里面 都拿不到两成 80%的人是支持民主党 只有20%的人是支持共和党 但这一次稍微的例外 终于从2比8变成3比7 也就是说川普因为他立场明确 从头到尾都是支持谁 都是支持这个以色列 支持纳坦雅胡 所以变成他多拿了10% 多拿了10% 可是他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他是在国会参众两院 一人独当 所以犹太财团这个时候 不敢挑战他 以色列纳坦雅胡 要去游说国会议员 来给他找什么麻烦 免谈 所以相对的来讲的话 在国内政治 他根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人能够阻挡他 在处理这个以色列问题 回过头来 他就直接了当跟纳坦雅胡 来讲 在有就任之前 天火 纳坦雅胡要被执行这个命令 纳坦雅胡对拜登来讲 就算是拜登的老爷子 但是纳坦雅胡对川普来讲 是川普的归孙者 他没有办法喊得动川普 整个局面在美国国内政治 已经改变了 纳坦雅胡老政客 他怎么看不懂呢 所以他赶快去找相关人 去谈判 跟黎坦雅胡 怎么停火 然后加萨走廊怎么处理 他开始要去准备 至少要给川普一个面子 川普现在又封给自己一个官 谈判总司令 川普这个人搞笑 你当美国总统还帮自己封关 当总统还不够 还不够 还自己帮自己封关 意思是他亲自来管 加萨走廊 换句话说川普 为什么这么做 就回到国际战略来讲 第二个层面就是国际战略 就国际战略来讲 川普的战略很清楚 俄乌战争停 然后中东战争给我停 那我要抽动所有的资源 跟军力到亚洲来 要对谁 对中国大陆来做一场怎么样 强大的角力战 希望能够从中国大陆身上 拿到更多的好处 这个好处可能包括台湾 可能包括菲律宾 也可能包括 经济 贸易 科技各方面 因为他觉得剥销中国大陆 怎么不像剥销德国那么容易 只有剥销其他国家 美国才能强大 像美国最近经济不错是什么 就是剥销德国 法国 英国 让这个德国天然剂 长得不得了跟美国买 德国军国跟美国买 提高预算 哎呀你看 全世界都是让我割韭菜 就偏偏中国大陆割不太动 老子不信邪 非割不可 所以这个俄罗斯副外长讲对了 川普手上都是牌 而中国大陆手上有没有牌 而且川普牌出来的观点 坦白讲 我敢讲比中国大陆强 第一个他财政部长 比中国大陆历届财政部长强 他过去的资历 他排这个商务部长 可不是雷蒙多那种角色 这个角色是商场上的一个大野狼 然后那个财政部长是金融大二 都是战功标明的 那大陆上就纯粹公务员 他有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些 不知道 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但是大陆要做好准备 把台湾牌更加轻松 川普讲过 这个台湾不过是一个比肩 意思可歌可泣 那我拿比肩来搓领中国大陆 来取得更大的利益 可不可能 当然可能嘛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副外长 卢登科判断是对的 他说 华盛顿违反这个 对一个中国的原则 大陆每次都画红线 画红线 华盛顿整天跨红线 整天跨红线 你敢怎么样 对 大家来较劲啊 要不打一仗 不敢 不敢 美国就不断的亲门踏户 虽然说你大陆整军备战 武器很多 要不要试试看 其实川普可能会打了 所谓的极限施压 川普经常干动极限施压的事情 那台湾呢 台湾只是他的道具 道具玩一玩 让中国大陆受伤 必要的时候就丢了 跟乌克兰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 川普的来临是一个大台风 不管台湾 不管中国大陆 都不可以掉以轻心 好 川普的来临真的是一个大台风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说到珠海航展之后 美国现在态度是不是怂了呢 因为帕帕罗的态度急转弯了 美军的印太司令帕帕罗 6月份才曾经说过 到时候如果两岸之间开战的话 要在台海制造所谓的地域景象 当然现在他说法改口了 因为2024年11月20号 他承认如果只靠无人机 是没有办法解决太平洋的军事挑战的 好陆媒方面分析是 可能是因为在珠海航展之后 已经见识到 美国无论从无人机包含的技术 产能跟库存 跟中国大陆差距太大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应对 大陆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的挑战 但是呢 说到台海之间 台湾有事代表日本有事吗 共同社的报导指出 日本美国下个月打算要拟定 所谓的台湾有事计划 包含要在日本部署飞弹 好预计会在12月编定的 日美联合作战应变计划当中呢 美军将会在日本 包含了路尔岛还有冲绳的南西珠岛区域 还有菲律宾部署飞弹部队 同时呢 日本的自民党下周 还要召开所谓的亚洲版本的北约会议耶 好中国大陆已经坚决反对了 东协也很担心 此举将会导致地区不稳定 而且呢 就连美国都抱持怀疑的立场 这个部分请教一下丽将军 我首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美军的这种编组是什么 这个美军他有几个司令部 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 中央司令部 他是负责中东地区的作战 然后欧洲司令部是负责北约那边作战 然后印太司令部顾名思义 就是负责太平洋跟印度洋 这边的海上作战 那印太司令部 他们这个司令部平常 他没有建制的他不是有建制的部队 不像说我们营长下面 有固定第一连第二连第三连 不是 他是印照参谋本部 鞭配给他的部队 然后他来执行作战 按照他当时的这个敌情状况 敌情的变化 或者他你需要什么样 部队做什么样的作战任务 来鞭配给他部队 那平常他们在干嘛 他就带着一群参谋在那边做 这个兵推做研究 如果说什么样状况 我做什么样的 我需要多少的部队 来实施战略打击 或者实施反击 或者实施防御作战 所以他们几个司令部 是这种意义 因此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就是帕帕罗来当 这印太司令之前 他可能对印太地区 并不是完全了解 所以他就会 一上任他讲这句话说 要用无人积海 将台海打造成一个地域景象 他那个时候只是凭想象 因为他还没有 真的了解到印太地区这边 他自己的部队实力多少 然后他所要面对的敌人 军力到底什么状况 他并不是完全了解 这种事情其实在美国印太司令部 不只是印太司令部 在美国各军种经常会发生 因为他来以后 他才会了解说 原来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 原来我面对的战争 是什么样的战争 原来我是首次作战 还是公式作战 所以他了解以后 当他发现到他 这个地方来讲 他面对的是解放军的 军事海上的实力之后 他开始就改口 他以为原来很简单 以为用这个无人机 无人舰 无人海 就可以将台海打造成 这个地域景象 然后拖延解放军 攻台一个月的时间 他说他是讲这种话 但是他后来 他现在来以后 他发现说 解放军不是只有无人机 无人舰而已 他还有这个强大的航空母舰 那福建舰马上现在第五次海事 也很快可能成军了 那另外他要面对的是 055的这种驱逐舰 这个但他自己本身 印太地区有多少的海军的舰队 那目前来讲 他这个日本那边 横须二港最近才来一艘 这个雷根号 不 华盛顿号才来 然后雷根号要回去 然后他还发现说 这个菲律宾可能是 扶不起的阿斗 所以他负责这个地区 他发现他自己 那他自己产能也有限 那解放军来讲 这无人机 无人舰来讲的话 他的产能比他还强还大 数量编组比他还细 包括有这个征收型的 有打击型的 预警型的 有轰炸型的 有无人机的 有各种形式 有插打一体的 有各种 那你美军发现说 我在这边根本就 无人机 无人舰不是这种传统的 那不对称战争 如果现在你不用这种 不对称战争的手段来讲的话 你要用什么手段 用传统的作战手段吗 传统作战手段 我觉得这个美军来讲 目前来讲在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以后我们不敢讲 但第一岛链 这个解放军 它毕竟有在地的优势 那美军现在 它打着什么算盘 它说假如说我在海上没办法 舰队我没办法 海对海 我没办法取得优势 那他就有一个想法 他想我以岛自入 我用这些小岛 把这些小岛当作 一传不成的航空母舰 所以它有一个 叫做滨海战斗团 就滨海战斗团 来占领这些小岛 然后上来的时候 每一个战斗 有一个对空飞弹的连 有对舰飞弹连 有雷达针收连 有网路连 有后勤资源 有医疗的 然后去一个岛上面 再去这个岛上面 用这种对空对舰的飞弹 来威胁你 可是这后勤又牵涉到 你的后勤补给问题 你不能丢到这岛上 它一个月以后 它没吃没喝还是不行 如果说一些无人岛 那你丢到有人岛 对日本来讲 就是很大一个危害 所以说我觉得日本来讲 现在来讲 要不要成立一个亚洲版北约 大家要知道你成立一个 这个军事的合约集团之后 就你可以到我国家来 我也可以到你国家去 那日本会不会到韩国去 韩国会不会接受日本的国家 如果说是日本跟北约 比如说类似北约 日本跟韩国签了约之后 我们讲日本跟韩国好了 那韩国如果有事的话 日本要不要派部队到韩国 韩国老百姓 可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军队 进入到韩国 我觉得这都是问题的 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加入 对我们台湾如果不加入 这个意义就不大了嘛 因为来讲你日本本来就是 宪法规定 你不可以到别的国家去打仗 派军队到别的国家 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 那如果按照这个合约条件 按照北约精神 我们台湾军队也要到 韩国如果有事 我们台湾要派军队去 协助南朝鲜打仗 南韩打仗 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 允许我们派部队到那边去 所以我觉得说是 亚洲版的北约 这个东西可能想想就好 实际上面可能大家要考虑 等到真的发生到你身上 你自己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像日本老百姓就讲说 那我猜你在北约我现在 太太平平好好过日子 为什么要卷出这场战争 到时候炮火打到我头上来 我怎么办 好 我要请杨永明老师 帮我们做补充 包含这个日美要拟定 台湾有势计划 然后要在日本部署飞弹 还有这个亚洲版本的北约会议 其实会不会让台湾 陷入一个更危险的境界 陷入更危险的境界的前提 还是中美关系 以及就是如何在用台湾的 这个旗子 那川普会不会把台湾 笔尖化 因为他讲台湾是笔尖 但谁拿的那个笔 那当然就是美国 那过去我们讲叫代理战争 但是川普讲是笔尖 那可是拿的那个笔的国家 会不会把台湾笔尖化 也就是说再去做两岸上面 在军事安全上的这个比较 这个就是挑衅的动作 比如说加强台美之间的 军事联系合作关系 然后增加重大的军售 或者是进行某种的演习 把台湾包含在内 那更进步的就是说 会不会把日本也连接进来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 他所谈的共同社所讲的 我们要看清楚 基本上是美国如果参战 日本做一个所谓的后勤角色 然后使用日本 美国在日本的这个基地 以及其他可以用到的这些岛屿 以及就是现有的设施 你要知道 日本从2023 24 25 26 27 每年增加大概15%的军费 要到27年成为22年军费的两倍之多 也就是来到GDP的2% 所以这么多的这个军费 也就是22年的时候 它的军费是6兆日元 它的目标到27年 27年就是三年之后 来到11兆日元 那这么多钱 要怎么用 买武器 然后进一步做一些设施 所以美国当然会利用这一块 那这一块呢 我们现在不知道说 川普上来之后会不会怎么做 但我觉得绝对不会放掉这一块 不只是针对驻日美军基地的军费的增加 反而也真的有可能 也就是说在这个台海之间 有各种情况的时候 美军是不是更容易的介入 不过这都是一个假想式的 我不觉得有任何介入的那种 更加容易的这种发展 因为连刚才那帕帕罗都讲了 连他们觉得这种不用花费 怎么能力的无人机现在都已经打不下去了 至于这个所谓的亚洲北约 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这个是石破茂自己过去的心愿 你知道吗 所以他现在做了首相之后呢 他就想要自嗨一下 我真的觉得他在自嗨 因为连美国 这个所有连东协 不要说连澳洲 其实对这个东西都有意见 但是他可以把它转换 也就不是叫亚洲北约 现在看起来他是要把 美国在亚洲的三大军事同盟 也就是美日安保 美韩军事同盟 还有美英澳军事同盟 就是AUKUS 这个是真正签条约 而且美国有驻军的军事同盟 他想要把这三个同盟 把它连接起来 把那个关系更 转得更紧 虽然三个同盟 其实各自都不一样 地缘不一样 面对的敌人不一样 然后美军的驻扎 也不一样 但是现在慢慢的 他转得觉得有一样 一样什么东西 一样面对的就是中国这个敌人 他们觉得 因此怎么样把它做一个 更密切的连结 因此你就看到 日本有跟这些国家 签跟澳洲兵力准路 联合演习 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 也许将来他不一定真的叫 亚洲北约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将来 日本想要跟美国去推动 把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联盟 更加赚得更紧一点 这个会是在这个区域的一个 就是挑战 为什么 因为他的军力在增加 然后的军备在增加 那相对的你觉得大陆这边 朝鲜这边会不会也增加 那台海的 哪里会比较容易发生冲突 那就是台海跟南海 所以冲突性也会可能随了增加 还是不能小看他 拜登在卸任之前开了绿灯 允许乌克兰可以使用西方的武器 打到俄罗斯的本土 好 所以俄罗斯的普丁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刻展开了报复行动 用了真果树飞弹 想请教立将军 真果树飞弹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因为普丁说 世界上没人有这种武器 而且没有人可以拦截 20分钟之内 可以打到欧洲任何一个大城市 因此北约跟乌克兰将会在26号 举行紧急会谈 但是说到了现在北约的功能 有很多人都觉得说 北约未来可能会失能 所以打算要开创一个新北约 有12个欧洲国家跟乌克兰 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防合作模式 叫做北方集团乌克兰模式 这个模式是由丹麦瑞典 芬兰挪威冰岛还有波罗的海三国 再加上因德荷兰还有波兰共同来参与 德国之声的说法是 这种合作不仅仅是为了乌克兰的安全 也是在保护整个欧洲的稳定 纽约时报认为说 类似的军事合作正在扩大 预计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的盟国 加入类似的支持模式 好但是北约都已经快要失能了 新北约又能够发挥多大的效果呢 这恐怕是打一个大问号 好另外呢 现在法国也已经说了 他们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是没有红线的 因为呢 乌克兰可出于自卫的逻辑 对俄罗斯发射法国的远程飞弹 好但是说到了川普 川普呢不只要亲自来参加中东战事的谈判 现在呢也要插手俄乌战事咯 因为呢 这个是被任命为下届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 麦克沃尔兹他已经说了 将会从2025年的1月份 着手来解决乌克兰的冲突 请教立将军 这个法国外交部长 他讲的这句话叫做嘴炮 就是你真的敢打吗 我们现在看到 真果树飞弹来讲的话 打完以后 现在来讲这几天 这一个礼拜 美国的这种中程战术导弹 有没有在发射 没看到在发射 对爆风阴影也没有在打了 那德国本来要说是叫得很大声 要提供金融座 好像也不敢打了 也都没有在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那乌克兰战况是不是又停下来 没有 这时候战况来讲 非常的紧急 在北边库斯克尔那边 大概已经快要被团灭了 他不是说是 这个被赶出来 不是 是整个在禁绪的部队 大概就会被包围为牵在那边 那红军纯这边 敦巴斯这边 大概战况也是非常的不利了 那为什么在这种不利状况之下 美国他们较然很大声来讲 所以就突然 这个各种资源的 这种不管是飞弹或武器 反而就熄火了 好像感觉上没熄火了 不敢再打了 为什么 我现在解释一下 真果树这颗打出去的威力有多大 按照我们不要讲说 俄罗斯的说法 俄罗斯有时候 打仗互相彼此会吹牛 对不对 会灌风灌水 但是按照乌克兰 他们情报部的说法 说他们 侦获到这枚导弹 是从哪里发射的 是从离海的边上发射的 然后飞了差不多700公里远 打到这个乌克兰的 这种 这个他们国土上面 这个距离大概飞行700公里 他们算出 其实最开始的速度 没有到10马赫 最开始速度 他们算大概是2马赫 这1马赫 大概每秒钟314公尺 如果算是10点多 我们算340好了 1秒钟340 但是它终端速度的时候 它终端后面 重返大气颜 中端速度到11马赫 我们只算它10马赫好了 他们这是乌克兰自己的 情报局讲的这种速度 那10马赫代表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1秒钟 大概有4公里左右的这种速度 那你知道我们知道雷达 你SAD系统来讲 我要拦着你导弹 它SAD系统强强在哪里 就是你发射出血的时候 我雷达就可以侦射到你 侦射到你出身段 这时候我没办法拦截你 因为我飞战没办法打700公里那么远 我的飞战大概只能打200公里那么远 但你重返大气层之后 那时候有另外一种雷达 这个刚开始叫照明雷达 就是搜索雷达 就像我们拿手电筒一样 我要看看这个 我们家小狗在什么地方 拿手电筒看一下 看到它在那里 但是我要锁定它的时候 那是另外一种雷达 就是要把它锁定住 那是另外一种雷达 锁定之后你的雷达 才顺着你的雷达波 才可以发射出去 它中端速度差不多到11马赫 11马赫一秒钟大概 四五公里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锁定的雷达 大概锁定的距离来讲的话 可能这个飞弹在20公里之内 你才能够锁定到它 太远你锁不到 你大概20公里才可以锁定到它 这时候才开始发射飞弹反击 那你像20公里 大概只有四秒钟时间 那你等到发现到这颗飞弹 你再开机再锁定它 它已经打到地上来了 所以说萨德系统是完全没办法拦截 这种 我们讲说超高运速 它可怕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等到你开机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可能在30秒钟之内 锁定一颗导弹 然后锁定之后 你再发射飞弹 去把它拦截掉 那时候它30秒钟 它已经砸到你地面上面来 然后这个真果素到底是属于 这个RS-26 属于洲际导弹 还是属于这个中程的战术导弹 其实普京他也不讲清楚 他有一点模糊在那边打模糊仗 其实很多人把它界定在 可能属于洲际导弹 跟这个中程的战术导弹之间 可是你说它是中程战术导弹 它又可以在六颗弹头 六颗弹头 它不是六颗弹头 每颗弹头里面 还可以再装六枚的子弹 儿子的子 也就是说66 36 等于36枚炮弹打到你身上来 这次它没有带火药都没有 它只是一颗铁球给你砸下来而已 那你想想看 我们看到镜头上面 大家看到它那个铁球砸下来 那以这种秒速 秒速差不多五六公里的这种秒速 将近十公里的秒速 一颗大铁球砸下来 那效果就是这个样 那如果它再装上传统的火药 那爆炸卫力到什么程度 那如果装上核弹是什么效果 那所以说我认为说是欧洲这些国家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来讲 这就消声了 开始不敢讲话了 因为它真的是 他们真的是拦不到 包括你美国的萨德 也拦不住这种非常 我们台湾也拦不住了 你不要讲说爱国者三号 萨德都拦不住 那大家注意一下 它现在成立所谓新北约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没有几个国家 好像没看到法国 法国它一向是有自己的战略自主 从戴高乐开始 它就认为说 我不要跟你美国走在一起 但是很意外的 他们组织新北约 也没有看到美国参加 所以北约来讲 他们现在从川普当选以后 他们自己有一种想法 你美国一天到晚 要叫我们自己出军费 你不再保护我们 你要撤军干什么 那欧洲这些国家 大概自己有这种共识 如果说是我靠 国家的安全 还是要靠自己来防卫了 你要靠美国 那你就要看他脸色 他跟你比较 他认为他是你兄弟 他认为你有这个价值的话 他愿意协助你 派兵来这边驻军协助 他认为你没价值 要你出钱的时候 他就从这边就叫你出钱 你这个国防经费预算 GDP要提高到多少 或干什么 所以我相信欧洲这些国家 我们看到这12个 所谓的新北约国家 是他们认为川普当选之后 他们认为川普对他们 可能会迂屈迂语 不见得说是像以前 这个北约国家 这么同心协力 然后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 跟这个做法 另外来讲 还有一个国家 我特别 就是瑞典这个国家 这里面有个瑞典这个国家 瑞典刚去年刚加入北约 这突然传说 他可能要退出北约了 因为他发现说 帐不在我国家打 我干嘛要去惹这场浑水 然后如果说是 真的是乌克兰投降以后 那俄罗斯会不会是个大棒 就转到欧洲来 那在这种状况下 到底你是要采取中立的态度 还是要加入北约这场混居里面 跟着俄罗斯对抗 我觉得世界上面 我个人是和平主义者 就是大家还是要和平相处比较好 但是欧洲这些国家的人 他们的想法 军事实际上跟我们台湾 跟我们东方人不一样 他就是我不爱打死 你就是回过头才会打我 所以他们来讲的话 就一定是真的临死我活 我们看历史上面 不管第一次第二次 甚至于在更古老的 这个罗马时代 就一直不停的征战 打到现在 我觉得这个征战可能 是不是能够在这边告一段 如果告一个结束 我觉得不是川普说了算 可能后续还要看普京 他到底胃口有多大 才是一个关键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